这时候蒋介石穿了长袍马褂 走到前面 他穿了军装跟的后边 他就成马变了 所以蒋介石等于是恶心他的 他弄得非常难看 在政治总统新式就职便利上 蒋介石旁落无人的站在台上 而李宗仁则站在其后 总统穿一身便装 副总统一身军装 就给人一种很不好理解 或者心里很别扭的这么一种感觉 而李宗仁也感觉到自己 比蒋介石又给帅了一把 就职典礼前 李宗仁派人向蒋介石 请示关于就职典礼的着装问题